今天金正南的家族要脱离北朝鲜的追杀 脱离被共产社会的掌握 在整个亚洲地区有哪个地方哪个国家符合我现在讲的条件 第一个中共跟北朝鲜的共产势力没有那么强大不急之处 第二个跟南北韩没有历史的恩怨 第三个跟美方特别是美方的海外的情报组织 有长久的合作关系 你如果把这三个条件套在亚洲的话 我坦白讲除了台湾以外你还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 也就是说在台湾扮演的角色很特别 当然中共的红色势力现在台湾有在发展 但北朝鲜相对是比较没有 可是总是共产势力在台湾的发展是有抵抗力的 那日本也是 不过日本因为他一旦碰了金正南家族之后 北朝鲜或者南北韩那个历史的恩怨情仇 马上就把日本卷进去了 日本犯不着去惹这个麻烦 所以你要保护金正南的子孙离开危险 就只有台湾可以被选择 那3月43号是金正南在马来西亚被两个女子这样的谋杀 传说2月15号他的孩子金寒松就过进台湾 那在过境的时候到底是三个小时还是三十个小时 没有人可以一说三十小时 但从台湾转机出去要等三十小时的班机算得出来 所以不是三十小时也不是三小时 我不能讲多久 这个也不能讲 因为这样就可以算出他的轨机了 后机是要等超过三十小时才有飞机才能转的 你去算算看嘛 不多啦 所以他事实上在台 如果要过境台湾的话 他在后机的空间要受到保护 等候一段时间 从这一段起开始就需要美国的协助 然后到协助到第三地 有人说到荷兰 但因为荷兰有很多北朝鲜的移工在那里 所以在荷兰不见得安全 所以他到安全的第三地 然后拍了一支影片 他影片讲了三个重点 我在讲这影片之前 大家回想看看 如果你是在走路的人 你在等着走路 有没有必要拍个影片公开说 我谢谢桂雅 我谢谢徐永明 我谢谢康仁俊帮我跑路 一般不会 你要谢谢四家 写个信就可以了 所以有人说拍这个影片是一个讯号 发讯号给特定的团体 或给特定的单位 告诉他说 我们安全了 请大家安心 而接收这个讯号的人 是在亚洲 是在北朝鲜 是在南韩 不得而知 可他在这个发出的讯号里面 讲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 我跟我的妈妈 跟我的妹妹 很安全地在一起 一家三口 第二个 我要谢谢中国 这个荷兰 还有这个美国 以及一个不能说出名字的国家 在亚洲 不能被说出名字的国家 我诚心讲 也只有台湾 所以 这些迹象出来 然后被丢出的讯息 是从日本的通讯社 先丢出来的 也就是跟这个事情 息息相关 可是又不能直接摸到 因为直接摸到 金小胖的飞弹搞不好 后天就飞过来了 又不能直接摸到 所以 讯息是从日本方丢出来 然后谢谢了四个国家 其中一个不能讲 所以我们在这整个事情里面来看 就是 台湾在亚洲 其实有它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在新闻里面听到 过去不管是马可市 甚至于 如果你去看南北越战争时期 阮氏家族要跑路 台湾其实都是美方 很重要的终绩点 重要到什么呢 如果你去看美国在拍电影 要飞直升机进到中国救人 我还印象那个 是劳伯瑞弗演的电影 竟然是说从澎湖机场起飞 所以这个是有历史脉络在里面 那在这脉络下 是否为真 是否为假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影响到台湾的就是说 在亚洲我们不要妄自菲薄 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第二个 北韩的金正恩 为什么非要杀了金正恩 一家不可 因为对北韩看起来是共产主义 其他有点像皇帝 从金日成 金正日到金正恩 那个血统的重要性 如果金正恩被美国拔掉 要稳住北朝鲜的人心 你只能拿出一样是 金正日血统的人来稳住 而那个人就只有金正男家族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家族的存在 就是让金正恩如盲刺在背 好像要被人家拔掉的时候 有个替代品就住在那里 而且住得还蛮好的 因为洗钱的管道都在那边 所以当金正恩遇刺之后 这个金寒松 为什么急着赶快 躲到现在销声匿迹 而且相信在被很多国保护当中 而这多国的保护 跟现在 北朝鲜不断地射飞弹 变了Rocky Man 然后川普到底想要干嘛 另外 斩首行动部队 其实不是美国的 斩首行动部队 是南韩部队组好了 这整个局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用 这个拜官也使听说 不证实的方式来看这一段 但是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情报圈 或者中纪站 甚至于安全网络上 没台湾不行 没有了台湾会破一个大洞 好 台湾的确扮演一个 蛮重要的角色 不过我们好奇的是 因为在协助金寒松 他逃亡的时候 是有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叫千里马民房组织 这个组织到底他们是 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那他们主要是要帮助谁 任俊哥 我觉得因为千里马 这个民房组织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事实上包含这个说 二三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讲说金正南被暗杀的时候 就已经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 只是这一次的讯息 他就更为明显 讲说这个所谓的民房组织 已经把这个包含到 那时候三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谈说 这个金寒松很有可能 是在台湾这个地方 作为他过境的一个点 但现在看起来更明确是讲说 有三十个小时 包含到刚刚这个委员 讲说不能够去证实 不能揣测的 这些的这个说法里面 那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千里马 在北韩是一个 所谓的神话的这个传说 那它是一批的这个双翼马 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是由金志成 在1957年到1961年的时候 举行一个所谓的这个五年的运动 那时候就是讲说 用这个所谓千里马精神 大家来做钢铁 那后来不断的在金正日的时代 也发起所谓的二次千里马运动 就是要让北韩的整个的经济 有所的这个调整 所以这个民房组织呢 基本上也延续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如果到北韩的这个 万寿台上面去 你就会看到有一匹马 然后呢有一个双翼的那个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 这个叫做千里马 那这个民房组织呢 它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协助这些所谓的脱北者呢 能够在海外 就比如说你在脱北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有一些的这个援助 那你到了 即便你到了这个所谓的 你要去的这个地方之后 你不可能说人生地不熟了 你马上就要能够让生活进入到状况 所以这个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的千里马的这个民房组织 也协助他们在进行后端的这个安置 那包含有一些北韩 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所谓商人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在国外 有一些联系的人 如果他需要寻求这些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庇护 或者是经济上面援助的时候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民房组织呢 也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这个角色 他们主要是针对脱北者嘛 有一个委员是不是有一些补充 对 其实金韩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按照他们所谓白头三血统 因为他们才是长男这个系统 那我们这个金正恩 他那时候为什么要把金正男干掉 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个当然触怒了中国 可是其实他某种程度也表示怎样 他后来这些不论是导弹或是核爆这个东西 其实这是完全安排在一起 因为当你有个展览在外面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搞不好是可以取而代之的 不过我觉得金韩松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是 如果他是透过台湾这个系统 这些关系网络出去的话 代表说原本金正男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 那金韩松现在是不是会换到另外一个系统 我想台湾不太可能跟中国做这样的搭配 那是不是代表比较是美日系统的 因为台湾跟这个关系比较近 是不是已经掌握了金韩松 这个对金正而言是压力非常大的 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继承者 可能可以取而代之的在外面 那我们讲的这个 前面讲的这千里马民防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慢慢发展出来的 千里马应该是在体系里面的 可是他用这个词代表他慢慢已经有点像是流亡 也不能说流亡政府了 他在外面已经慢慢跟金正恩 他就像二战的时候法国自由军一样 对他金正恩这样 如果他又有这个所谓金茂南这个所谓这个敌系的王子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在未来可能有更多资源 让他可以去跟金正恩在北韩内做对抗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连中国都考虑 因为中国学者开始写文章 这个范老师也知道 说是不是要让北韩这个政权瓦解 那政权瓦解之后怎么去处理 除了难民的问题之外 那到底哪一国的军队去控制北韩 那未来的政权怎么安排 那这个金韩松就非常重要 范老师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他说金正恩他其实是有中国的保护 还说金韩松他有中国的保护 那现在他们还可以就从澳门然后搭飞机就这样走了 那是不是有在打连北韩的意味 这个问题也确有趣 就是说金正恩他是长期居住在这个澳门 澳门我们知道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澳门很小啦 但比我们金门还一半而已 那澳门当然最主要是赌场 另外他的地方是一个洗钱的天堂 所以这个金正恩在那边也做了很多生意 那中共其实对金正恩全家是高度保护的 特别是2011年金正日去世之后 那金正恩一直想把金正恩杀掉 所以那个保护层级非常的高 所以很有趣就是说 那为什么这个金韩松他不是去跑到北京去避难 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叔叔要杀他 他应该去北京啊 因为你的爸爸是被北京所保护的 他反而来台湾 我觉得这很奇怪 我觉得中共为什么会让金韩松 离开澳门到台湾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打脸的 等于说你长期保护他 可是我认为金韩松可能不相信中共 他认为说他的父亲到马来西亚被暗杀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水虫 因为我们知道金正男只要到各地去 中共都有派随从 都有派车辆接送 因为保护他 为什么刚刚这个定义委员讲到了 如果金正恩被暗杀被斩首 一定要有一个金氏家族人出来主政 那个人就是金正男 即便他的这个父亲金正日不定喜欢他 可是他是白头三血脉的这个代表者 但所以中共要保护他 他是一个稀有的一个政治人物 可是为什么他资深到马来西亚 在当光天化日被两个女生打毒针死掉 我认为这个对金韩松产生了一个担心 是说他的父亲是被交换掉了 就中共出卖他父亲来作为什么 作为金正恩不要再合适的一个代价 一个对价关系 就是说我不保护金正男了 然后他去马来西亚 然后你金正恩你要怎么搞 随便你 然后你的代价就是你不要再合适了 因为我中共也被这个美国压力很大 可是没有想到金正恩根本不是 信守弄言人吗 他把金正恩杀掉 把他尸体送回平壤 据说还是什么公开的展示 还把他撵碎什么的 然后结果他还是继续合适 他说什么 他根本不把习近平放在眼里 就是我答应你完 我还是做我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 你中共不敢对我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的核弹 你说我的核武 我要射到美国去 其实不太容易 精准度也不够 但是他如果射到中国东北去 是直接威胁的 而且我们知道他最近的 氢弹的氢弹测试中的核辐射 是整个弥漫在中国东北 最近中国大陆东北 还有民众上街头说 硬起来 因为东北地区的房价全部下跌 大家都跑掉了 他对辐射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 其实这个金寒松到台湾来 某种程度 当然刚才委员讲了 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很近 只有一个多小时 但是我真的认为 这件事就书工来讲 蛮打脸的 他为什么会无法阻止 金寒松登基 因为台湾到澳门的班级 是蛮多的 那他这样的出境 而且他也必须要考虑 如果金寒松不到荷兰去 就留在台湾 那是不是很难堪 就我觉得这些事情 也凸显出 金寒松跟北京之间的 一个矛盾出现 范老师讲这个 我会不会